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啊 我们人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说 因为当你想说的时候 你有自私心在里边 你有妄念就在你想说的话里边 所以任何人只要说出来的话 他一定除了这个说话的目的之外 他还会有很多私心杂念 包括我要显化 我讲了这句话之后 会有一些嫉妒心 贪心 愚痴心在里边 每一句话出来都会带着一点妄念 或者我讲这句话 我要有私心上 我能够感受到什么 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硬要讲 他一定会讲出事情出来 所以为什么佛经经常叫我们不可说 佛陀有很多的经书 也有很多的博言佛语 就是为了教化众生啊 就是让我们懂得不得已而为之 你到了实在精神上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一定要理解他 就靠平时的学习 最后能够到你心中来感受他 来理解他